第2431章功勋计算 这裁判员等人到齐 才揪出这些被寄生的人 显然是为了给所有人一个告诫和警示的意义 被寄生者 受到的寄生力量并不强 否则他们自己不会毫无察觉 自然也就容易被净化掉 只用了短短30息不到的时间 所有的被寄生者 体内便不再有黑烟冒出 这也预示着他们体内的不祥 被彻底净化掉了 而裁判员 却只当这事发生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已 跟着他就大声对所有人说道 我相信 诸位的资格令上已经出现了相关的排名 在场一共有13万2864人 8万名之后的所有人 被评定为淘汰 你们的击杀的屁海境魔物和开天境魔物等等 将可兑换成积分 待到待会儿积分统计完毕 诸位可以自行进行兑换 并且 你们在魔狱中所获得的一切资源 技术归你们自己所有 8万名往后 不少人纷纷松了口气 很多人本以为会直接刷掉一半的人 但现在看来 比自己预想中好了些 自己好歹算是晋级下一轮了 但很多人 纷纷叹息 虽然早知道自己会被淘汰 但是听到这个答案的时候 还是忍不住长叹一声 这可不仅仅意味着他们被淘汰了这么简单 这意味着 他们败了 败给了那8万多人 这前8万人 随意一个 可能都比他们要强 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的 谁还不是一方强者 但是真正被刷掉时 还是满心感慨 还好 任务击沙量 可以兑换成功勋 这意味着 他们还有点回报 相比于那些放弃了第四轮域选赛的人 这些被淘汰的人 觉得自己收获其实已经不少了 至少会让那些放弃的人 眼红得要死 只听这裁判员宣布到 下面 我宣布功勋算法 每百支辟海境魔物 即一点功勋 每一个化新魔物 即十点功勋 每一个魔源 即一百点功勋 每一个魔源真身 即五百点功勋 每一个魔灵 即一百点功勋 额外积分为 相助世界本源意识者 即一零零零点功勋 对魔地出售并造成伤害者 即功勋一万点 被魔地蛊惑者 捡五百点功勋 当这位裁判说到 对魔地出售并造成伤害时 目光直接就看向了韩非 本来 后面这三项功勋计算是没有的 但是了解了事情的具体情况后 是临时加上去的 特别是对魔地出售 并造成伤害 这一点就连这裁判都觉得不可思议 他觉得或许有人可以对魔地出售 但从没想过会是韩非 要知道 这里可是有神榜强者赵青龙 天榜第一凤雨在列的 结果 却是韩非对魔地出售 这次魔狱失恋背后 引起了神都王朝多人关注 让很多人都记住了韩非这个名字 顺着裁判员的目光 不少人目光看向韩非 心说不是吧 这人这么唬呢 环队魔地出手 就连凤心流和曹猛德等人 都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 然后都是一脸猛逼的看着韩非 他们只知道 韩非早就和世界本源一时并肩作战了 甚至因为他们站在韩非这边 所以被其他人攻击 最后落在了世界本源湖泊上 结果也被算成了相助世界本源一时 也因此莫名就获得了一零零零功勋 但是这比韩非那一万点功勋 根本就是小巫见大巫啊 人群中 有人傻眼 不是 韩非 他还敢对帝尊出手 有人只觉得不可思议 这怎么做到的 跟帝尊叫板还能活着 有人直接茫然 啊 魔狱里面还有魔地存在的吗 还有不少人只觉得 这韩非难道还能比照青龙和凤羽更厉害不成 而韩非此刻却低着头在盘算着自己的功勋 屁海镜魔物 82476只 有824.76功勋 这灵头有没有 自己也无所谓 开天镜 197只 有1930功勋 应该不少了 自己已经很能打了 魔猿 42个 有4200功勋 还好带着曹猛德他们进行了连年的历练 帮他们干掉了很多他们干不掉的魔猿 魔猿真身 一个 500功勋 这应该就是那千魔兽了 也只有那玩意一个就能值500功勋了 魔灵 这玩意自己杀的就有点多了 其数量达到了15203只 这就是1520300功勋 好家伙 早知道当初每天一定用虚空道数用到不能用为止 还有相助到玉奎守的10000功勋 外加打了一下魔地 得了1万功勋 韩非默默一算 结果没等他把数字说出来呢 刺客令上就显示出了他的功勋数 一共是1538755点 接近154万的恐怖功勋 韩非这功勋结果才出来 就看见凤星流 曹蒙德 吴不凡 包括周润 所有人都把脑袋凑了过来 凤星流 我曹 周润 孤独曹蒙德 我 我竟连飞哥一个零头都没啊 说着 曹蒙德扬了扬自己手里的资格令 上面显示着7508字样的数字 吴不凡也唏嘘道 我也连飞哥零头都没 我是7918功勋 李晨 我是不是该哭了 我才7312功勋 周润 还好 我有8542功勋 快接近飞哥零头了 凤星流愣愣的看着曹蒙德这些人 然后一连猛逼的看着自己的分数 然后就把手给缩回去了 这群王八蛋 为什么分数会这么高啊 自己明明已经弹掉很多很多的魔物了呀 但是也只有6803功勋 结果 自己竟然是这群人中分数最低的一个 就连这谁 就连这木楠都有6996功勋啊 当时 凤星流就脸色铁青 扎心了啊 本以为这都是群顽固子弟 给他们打上天 也不可能打出自己这么多功勋来 可结果 让他彻底傻眼 这还不算 当他看见 韩非那直接就是154万功勋值 凤星流忍不住握曹了出来 整个人都猛了 这会儿 他目光扫过曹猛德这些人 一个个口口声声 尼玛跟自己称兄道弟 结果全特娘的是骗子啊 凤星流这时候就是投猪 也知道这几个家伙一直都在隐藏实力了 周润第一个感觉到凤星流状态不对的 连忙勾搭着凤星流的肩膀道 星流兄 其实并不是我们分多 而是飞哥带着我们横扫了好几十处魔源 他压着我们去狩猎 说是对我们进行魔力的 否则 我们也没这么多功勋啊 凤星流脸色一沉 你走开 我不跟骗子说话 然后 凤星流就用忧怨地眼神看着韩非 嘴里嘀嘀咕咕 反正韩非也没听懂 估计是在诅咒自己吧 他自然是不会在乎的 静好 此刻隔壁人群中 传出声音 有人道 我有2102功勋 不知道能兑换到什么 有人惊呼 什么 你竟然超过了2000功勋 你的干掉了多少开天竞强者 我才1200功勋不到 那人哈哈一笑 我就是找一些普通的开天竞魔物练手 谁知道怎么就弄了这么多功勋 有人感慨道 谁能知道这还能兑换功勋啊 我才802功勋 看来对不到多少好东西了 有人唏嘘 你我同病相连 我得了981功勋 估计也是垫底了吧 给亏我击杀了的有6万匹海竞魔物 否则都没这分 有人疑惑 任务不是只要击杀1万只吗 为什么你这么秀 干掉了6万只 那人回应 那打魔员很危险的吗 我就想着先从弱的开始 结果屡次被开天竞魔物围剿 试了很多次都这样 最后就干掉了这么多批海竞魔物 奉心流听到这 总算是有些松了口气 此刻 只听裁判说到 我想大家应该看到了自己的分数了 带到诸位回到自己的住处 自然会有试者给你们提供兑换预解 上面会有很多可兑换物品 诸位可以自行兑换 另外 下面我宣读一下前十名功勋者 并对他们给予不同的奖励 顿时 众人纷纷竖起耳朵 但反正 凤心流和曹猛德他们都已经知道第一名是谁了 谁他们要是能比韩非功勋多 他们能把脑袋揪下来当球踢 而韩非则是微微皱起了眉头 这特么不是在给自己树敌吗 这么多功勋职 这要是说出来 自己肯定又要出名了 说话间 韩非抬起目光 不经意间和那裁判对视了一眼 似乎还能从对方的眼中 看见一丝的戏谑 卧槽 这家伙是故意的 第2432章豪华的奖励 只见这位帝尊级裁判默然地扫视了一圈参赛者 然后才没什么感情地开始宣告众人 第一名 散修韩非 功勋1538755点 扑 多少 开玩笑呢吧 呲 这功勋你还跟我说他是散修 我都听说他是西海神州蛮荒谷族的了 就连照青龙和凤语都听猛了 这数字怎么来的 就算韩非能打 但也不至于这么能打吧 不用照青龙开口 当时就听天族那一城开口道 裁判大人 我想问一下 他哪来的这么多功勋 即便对魔帝出手并造成了伤害 也不过是一万点功勋而已 他这154万的功勋怎么来的 有大族子弟开口 直言道 裁判大人 我怀疑他作弊 他得击杀多少魔物才能获得这么多的功勋 就是 裁判大人 既然宣告 那就敞开了说吧 是啊 这功勋也太夸张了些 一时间 不管是排名靠前的 还是排名靠后的 都纷纷开口抱怨 因为大家的平均功勋在1000点左右 结果你特么冒出来一个154万点功勋的 这岂不是一个人当一万人用吗 曹猛德当时就喝道 你们懂个屁 我飞哥的实力 天下无双 区区一百多万功勋 能难倒我飞哥 吴不凡拎着大烟斗 指着那些不服的人道 看看你们一群的怂恙 极度就直说 别被地理避避 李晨冷笑 废才们 有你们什么事 自己几百功勋 1000功勋的也好意思扎户 跟你们有关系吗 而无双 王北辰他们则猜到了原因所在 韩非进入不祥屏障近三个月 这些功勋肯定是在那三个月里面打出来的 那些话心大后期 其实心里也有数 但是他们不知道 韩非到底怎么打出这么恐怖的功勋职的 那是荒者之城的第六领主齐同海 觉得是不关己 但也暗自则舌 心说太夸张了 也不知道 韩非这号人物 到底是何方神圣 西海神州的人就这么恐怖的吗 坐近 却听那裁判一声断鹤 嘈杂声顿时止住 蹲着 就听那裁判道 这没什么好作弊的 韩非击杀了15203只魔灵 每个魔灵计100功勋 就这便有150万功勋了 你们有什么好怀疑 魔玉乃白地大人亲自作证 而等难道是怀疑白地大人不成 白地大人 很多人并不知道白地 但是有些人确实知道的 神都十二宫 排名第八宫的白地大人 都已经几万年没听到白地的消息了 都以为白地早已远踏心海 没想到他竟然还在神都王朝 但是白地的身份一出口 刚才那些叫嚷着韩非作弊的人 顿时就不吱声了 实际上 一臣他们 只是不想承认而已 他们知道 这十万年大比很权威的 但还是忍不住认为 韩非作弊了 毕竟 在人均一千多功勋的比赛中 突然冒出个一百多万功勋的 割水都有些不能接受 凤宇回过头来 深深地看了韩非一眼 心说好家伙 小师弟是魔灵杀手吗 这么多魔灵 也亏了他能干得掉 只听裁判员继续宣告道 第一名 散修韩非 功勋一百五十三万八千七百五十五点 讲几品神器一柄 神术一门 神东悟道功 三日悟道 韩非本也颇为好奇 不知道前十名的奖励是什么 他一直都觉得 奖励这种事 应该是万年大比结束了才会有 没想到竟然在此之前 就有了 此刻 当裁判员直接说出奖励之后 韩非先是惊喜 然后有些疑惑 惊喜的是 神东王朝竟然会拿几品神器作为奖励 而且还有一门神术作为奖励 要知道神术的价值 其实要超过几品神器的 什么大树能称之为神术 那是神灵用过的大树 才有被称之为神术的资格 至于那什么神东悟道功 三日的悟道的机会 这是什么玩意 韩非倒是一点都不知道 但想来应该不差 什么 奖励悟道功悟道 认真的吗 只听曹猛德和吴不凡 他们顿时呼吸就急促了起来 韩非和凤心流一脸猛逼 凤心流疑惑道 那是什么 难道还能比几品神器好 只听周论道 不一定的 悟道功是个很神奇的地方 在神都十二宫之上 据说是神都王朝最接近神灵的地方 曾有人在那里直接悟道正道 曾有人在那里悟出恐怖大树 曾有人在哪里悟得神徒 曾有人在哪里悟透了生死 打破生死避障 反正 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咱们这些人 在神都王朝一辈子 也都没去过一次悟道功 韩非一听 顿时就吸了口气 那看来是个好地方啊 而且只能悟道三日 对时间计算如此敏感 看来那里定有不凡之处 而有人欢喜有人愁 却见那些大族子弟 甚至天族强者 都有人呼吸急促起来 韩非都可以感受到他们愤怒的模样 似乎想着 如果早知道奖励如此丰厚 他们无论如何 也会挤入前十之列 只听那帝尊裁判继续读道 第二名 散修赵青龙 功勋四万九千八百六十四点 讲神术一门 神灯悟道宫 两日悟道 第三名 凤凰神族 凤宇 功勋四万七千九百九十八点 讲神术一门 神灯悟道宫 一日悟道 韩非心头一动 神术要比极品神器好 所以只有自己一人既得极品神器 又得神术 还有赵青龙和凤宇 在神灯悟道宫的时间也越来越短 这更加证明了神灯悟道宫的时间 十分的宝贵和珍惜 第四名 全盲山峰 邓行天 功勋三万五千两百一十六点 讲几品神器义柄 神灯悟道宫 半日悟道 第五名 恐怖之都 无双 功勋三万五千零一十二点 讲几品神器义柄 神灯悟道宫 半日悟道 第六名 幽灵海峡 若悠和 功勋三万四千零二十五点 讲几品神器义柄 神灯悟道宫 半日悟道 第七名 幽灵海峡 若悠然 功勋三万三千八百六十四点 讲几品神器义柄 神灯悟道宫 半日悟道 第八名 天国之门 异彩 功勋三万三千六百零二点 讲几品神器义柄 神灯悟道宫 半日悟道 第九名 神灯曹氏 曹不灭 功勋三万两千六百九十八点 讲几品神器义柄 神灯悟道宫 半日悟道 第十名 神灯周氏 周密 功勋三万两千四百五十九点 讲几品神器义柄 神灯悟道宫 半日悟道 一直等裁判员将前十强者公布完了之后 很多人都投来了羡慕的目光 毕竟是前十强者啊 这奖励在差 也有上品神器和那什么神灯悟道宫悟道的机会 这歌寻常人 那都是梦寐以求的奖品 即便是上品神器那也不是谁随随便便就能得到的 只是连第十名都有三万多功勋 这让很多人只能感叹 他们自认以魔玉的难度来看 不可能打出这个功勋来 赵青龙相当于拿了五万功勋 如果不是被扣了五百分 他已经是五万出头了 凤宇的天榜第一位置 的确展现出了他的强大 也是接近五万积分 倒是韩非有些意外 第四名还是全盲山峰的人 自己冒充了全盲山峰的人那么久 这回倒是遇上正主了 虽然和凤宇差距挺大的 但那也是第四名 无双的上榜 在韩非的预料之中 最后那一刻 无双既没出手帮助到玉奎手 也没有出手帮阅夺世界本源 这一点算是已经不错了 其他的就没什么特别的了 后两名能上榜 韩非可以知道原因 因为他们不是自己一个人在打 但他们显然也没想到 这个竟然还快计算功勋 否则的话 这些大族 包括天族这些势力 肯定会排在榜二 连赵青龙也只能居于旗下 因为大族里强者众多 为了互道 他们什么事都可以干得出来 特别是 前十名是有奖励的 而且奖励如此丰厚 虽然还没拿到奖励 但是平白得了这么多奖励 韩非也不由得心头激荡 看来以后打比赛什么的 还是拿第一比较好 第一有惊喜 尽亏第三轮是团队赛 所以没有奖励 否则就亏大了 韩非嘴角勾起淡淡的笑容 只听他勾着凤星流的肩膀道 哈 青流啊 回头咱们换神术完啊 第2433章功勋兑换 交换神术这想法 韩非倒是真的想过 只是不是和凤星流换 他可以和凤凰神族换 当然了 这只是韩非现在想了一下而已 他猜测 自己获得的这一门神术 应该不允许外传 至少 如果是自己要奖励别人神术的话 会这么选择 毕竟那是神灵创造的大树 不是说弄就能弄到的 只听裁判员道 前十明者 明日会有侍者 率领你们前往神灯武库 所以 今晚至明日 就不要进去本命星辰修炼了 说完 这裁判对全员说道 所有晋级者 于七日后 在108号晋级之岛集合 万年大比类台赛 将于七日后 正式开始 回去自己小院的路上 韩非拉着一脸不开心的凤星流问道 你说新海中的那地方是什么地方 雨落概率高达九成 又是怎么回事 凤星流哼哼道 就是新海中一个特殊的区域啊 很多强者都试图越过那里 但是能越过去的 实不足一 韩非心头一动 越过去有什么好处 凤星流 不知道 不知道 韩非当时整个人就不好了 所以 你其实也不知道那所谓的新海深处有什么 你知道有很多人前往那里是吧 凤星流 是啊 问了也没人说 但是我知道 要不然海界的开天境怎么会这么少 韩非当时整个人就不好了 这还少 凤星流 你想啊 辟海巅峰的数量 那可是动辄就有上千万的 这还只是一个东海神州而已的部分 辟海巅峰而已 那要四大神州和中海神州都加起来 怎么也得几亿吧 这还没算其他境界的辟海境呢 韩非当时就歪着眼道 你数学不好吧 你给我算算哪来的几亿 凤星流 荒野之上 大多数人都没资格也不敢来参加十万年大比 还有啊 那些战场之上强者太多了 我说的都可能少了呢 有这么多屁海巅峰 而且是源源不断的还有人在晋级 所以开天境的数量理所当然的就会有很多啊 开天境走得再慢 每隔万年 也是会诞生很多强者的 可不只是来参赛的这么点 所以 他们总会往某些危险的地方跑 然后就再也回不来了 韩非 凤星流是那种看问题 不喜欢追求更深层次原因的 他只是知道 但不知道为啥 估计他也不想知道 毕竟跑星海里去修炼 哪有在家躺着舒服啊 韩非心说问凤星流也是白搭 但现在他倒也对此没有多大兴趣 海界之大 自己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完成呢 仅仅是一个混沌废土 就够他忙活的了 人族就算进入海界 也需要足够的时间来站稳脚跟 从天族弄生命之源这件事 也非常棘手 那可是天族内部 不是说进就能进的 夏小禅也没找到呢 具体在哪他也不知道 将来嘛 说不定还要去一趟西海神州 总之 韩非一盘算 现在根本没空去研究星海 自然也就没有多想 敌当下 还是先完成眼前的这一次万年大比再说 叶 韩非躺在院中的躺椅上 手里是逝者送过来的功勋兑换玉姐 随着他感知扫过 饶氏自己也是见多识广 都不由得到吸了一口冷气 他本来觉得自己功勋挺多 以为人家神东王朝又不会白送东西给你 整个魔玉其实都已经白送了 再送你点功勋 估计就意思一下拜 但是 当韩非看到这功勋兑换目录的时候 才知道神东王朝有多么的财大气粗 人家是玩真的啊 一个功勋点 可以换取一块玄黄土 至于多大一块 也有标注 就是板砖大小 这和当初赵洪荒送的 是一样大的 当时 赵洪荒奖励几块玄黄土 都要被当成是宝贝 现在的情况是 自己可以兑换150万块 但是 只要是个正常人 都不会选择兑换这些玄黄土的 因为在魔玉的时候 大家干掉魔源 只不定弄到了多少玄黄土呢 所以玄黄土这东西 大家是不缺的 除了玄黄土 韩非看见了炼体丹药 诸如 五品脆体丹 一功勋 六品脆体丹 五功勋 七品脆体丹 十功勋 八品脆体丹 一百功勋 至于九品的 直接就高达一零零零功勋 但是 自打有了十星神术 好像自己也不用脆体了 弓法 替海静的忽略 开天静的 只有上品 极品和神品 分别对应各种不同品类的 一般上品的价格在300到1000点功勋浮动 极品的打底2000功勋 上达5万功勋 平均价格在8000功勋左右 成品弓法或者大数 打底5万功勋起步 最高到88万功勋 韩非看见10万以下的极品弓法 只有两门 一门是观想图 一门是清新咒 然后价格立刻就飙上去了 但平均价格在30多万的样子 数量大概在十几种 整个神品弓法加起来 差不多有30多种 除了弓法 其实到了韩非他们这个实力的话 兑换资源也是可以的 吃点功勋可以兑换5万里资源 资源兑换上限10次 这就相当于免费送的好吗 韩非觉得只有傻子才会放过这几乎白送的资源 继续往下看去 韩非眼睛都快突出来了 一枚纪念星辰 十点功勋 一枚改造星辰 一百点功勋起步 到十万功勋不等 这个具体要看改造星辰的具体改造情况而定 韩非刚要忽略 但转念一想 自己不需要改造星辰 小黑小白需要吗 虽然自己还有不少化新大后期的本命星辰 但是自己也要修行式星神术 小黑小白也要吞噬天地 而且 小黑小白的胃口越来越大 后面还不知道需要多少这样的星辰呢 韩非心头一动 立刻招来门外的侍从道 这一百点的改造星辰 是怎样的改造程度啊 是从韩非大人 一百点的改造星辰 只要有些微的灵气复苏 就不算是纪念星辰了 韩非顿时失望 他不由道 那种将整个星辰表面铺满的改造星辰一般价值多少 是从大人 那样的改造星辰 就是十万最高价的 韩非一听 顿时呵呵了 买不起 买不起 无 没事了 你去吧 是 韩非大人 您有任何事情 可以随时换我 韩非一听这改造星辰的价格情况 直接就放弃了 我特么敌人众多 整个混沌废土三大势力 有两家是我的敌人 我是缺本命星辰的人 十万功勋去买个普通改造星辰 脑子被铁头鱼撞了 然而 韩非并不知道 很多人此刻都在对着改造星辰感叹 内心多么希望拥有一颗这样的改造星辰 翻了许久 韩非终于看到神器栏目 还有极品定海一宝 一零零零功勋一件 任挑 下品神器 三万功勋 全身套装七件套 十八万功勋 中品神器 十万功勋 全身套 五十万功勋 上品神器 三十万功勋 全身套 一百八十万功勋 极品神器 一百万功勋 没有全身套 韩非看见这 眼睛顿时亮起 合着自己可以兑换一件极品神器了 可惜 这兑换策子里 并没有神术的兑换 可能神术太过强大 并不属于可兑换的物品 但有极品神器 也已经足够了 韩非也没想到 功勋的价值会这么大 要知道 极品神器和上品神器 就是两个概念 神之念珠的功效 韩非至今也没见过相似的 仅仅是神之念珠的万毒不侵这一点 就价值连城 还有借天道粹体 宝神魂清明 珠邪退避 增强气韵 要知道 自己进入不祥屏障 神之念珠功不可没 忽然 当韩非翻到了最后 忽然发现 这功勋兑换 竟然还可以兑换神动物道功的时间 而且 这上面明码标价是 十万功勋可兑换一天 一天起对 韩非当时就眼皮一挑 好家伙 这意味着在悟道宫里待一天的门票 可以买一件中品神器 这神都悟道宫这么邪性的吗 在最后 功勋兑换策上标注了 功勋的获取方式 是做了对神都王朝有益的事情 方可获得功勋 在神都王朝 接取并完成任务可获得功勋 或者是申请前往天坑 世界征战杀敌 也可以获取功勋 这么一想 韩非觉得 天坑世界那边的有多少强者 在这种资源兑换下 量产强者 似乎并不难 韩非想着 恐怕这次大比结束后 应该会有不少人选择去天坑世界征战吧 现在神都王朝将功勋兑换这玩意抛出来 肯定是有目的的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之前在虚空神殿聚会上 据说不死者大军向东海神州轻压 看来神都王朝要招兵买马了 韩非心中烧定 心里已经做好了打算 首先 十点功勋兑换五万里资源这个福利 肯定是要兑换的 加起来也就一百点功勋 其次 极品神器 韩非准备兑换一件 价格贵 但是贵得值得 在其他地方 哪能去兑换极品神器 然后剩下的五十多万 韩非准备先预留着 那脸魂丹 自己可以对一点 毕竟自己后面需要想方设法的提升自己的神魂 仅仅是靠脸妖狐进行转换 自己还需要花时间巩固的 但也需要看看脸魂丹的特性 如果效果不那么强 对了也没意义 最后 其他功勋 韩非准备留着 看看神动物道功 是否值得兑换 理智告诉他 那地方 想进去一趟 应该很不容易 第2434章神东武库 次日一大早 适者已经在韩非的院外等候了 韩非道也没耽搁时间 今天是去选宝贝的日子 第一次打比赛拿奖 而且 奖励极品神器 这还不得积极点 神东王朝 从本质上来说 这是一个盛世王朝 群常人 可能一辈子都见不到 这王朝的真正模样 因为这王朝的位置 在九天之上 凌驾于神东王朝旋转之城上方的高空之中 被云雾覆盖 由法阵和结界环绕 看起来宛若天宫 韩非他们驾虚空白鹤 越过了三重结界 才在数十万里的高空 看见一座灰红宫殿群 在此之前 适者们早已有不告诫 在神东王朝 千万不能随意释放感知 而韩非又不傻 这里大佬纵横 帝尊都不知道有几尊 随便放感知骚扰人家 自己脸大吗 因为这神东王朝覆盖范围很大 又没法释放感知 所以韩非不知道 这地方到底是什么样的 他的视野里 最终出现的 只是一座架在云雾之间的巨大宫殿 只听那事者解释到 韩非大人 这里便是神东王朝的神东武库 高一万四千七百丈 纵横十五万三千两百丈 武库前有昔日神灵 神皇之相左右为养龙池 内拥龙血神交八十一条 武库中藏五万千 包括功法 大树 无数秘宝 也是我神东王朝最安全的地方 韩非看着那比神东武库 还高的雕像 有些出神 此人身披金色的战衣 双手背负 颠反手的手指 点着一柄长剑 直冲云霄 韩非心说 这就是神东王朝昔日的神灵吗 看来神灵已经不需要通过吸收愿力来强化自身了 韩非觉得可能是 因为在神东王朝其他地方 他从未见过这样的雕像 这不 当韩非他们来到了一座白玉长桥前 从那虚空白鹤身上下来 只听侍者道 韩非大人 武库种地 非我等可入 小人这就回去了 等大人挑选过神器 会有帝尊大人 领着韩非大人前往神东武道宫的 韩非微微点头 谢谢 那侍者有些讶异 韩非这样的凶魔 竟然会这么客气 是的 因为第四轮域选赛 韩非以一笛千的形象已经传了出去 最后那狂暴之战 韩非宛若凶魔 手撕化心大后期 一人扛击无数大道 这在民间都已经被编成故事进行传唱了 韩非踏上这白玉拱桥 扑度倒是不大 长不过百里 韩非一步便来到了桥中央 还沿着栏杆 低头往下看去 就看见桥下 竟然是流淌的河水 天河 韩非不禁则舌 倒是有点意思 此刻 因为韩非低头朝水里看去 便看见那水面上 似乎有一处浅地 那里正有一条红色龙胶 正在打盾 见韩非低头看来 那龙胶就抬了抬眼 和韩非对视起来 足足对视了十余西 那龙胶似乎懒得跟韩非玩瞪眼睛步眨眼的游戏 然后又将眼皮子搭拉了下来 身上那红色闪耀的鳞片微微张开了一点 韩非立刻感受到大量的能量被吸了进去 画星大圆满的龙胶 这里有81条 韩非不禁嘴角露出一丝苦笑 果然是超级巨头势力 比运着实恐怖 养了81条画星大圆满的龙胶宠物 就这一点 就绝了这世上大多人对神兜武库的想法 当然了 神兜武库既然号称神兜王朝最安全的地方 自然不可能仅仅只有这些龙胶镇首 这里暗中 保不齐就有好几位帝尊在前修 快速地越过长桥 韩非朝着深渡武库前面的广场走去 这会儿 韩非发现在其他几人竟然已经到了 自己还算是比较迟的那一个 韩非和赵青蒙对视了一眼 可以从对方的眼眸中感受到冷意 如果说赵青蒙一开始对韩非的杀心不重 那么在韩非展露无敌路的时候 他就已经下定决心要诛杀韩非了 而且 他已经料定 不论韩非现在得了什么好处 最终这些东西都会成为自己的战利品 甚至 他期望韩非现在得到的好东西越多越好 至于战败 赵青蒙不觉得自己有战败的可能 他有着绝对的自信 毕竟 体内还有一条黑龙盘卧 哪怕有帝尊清灵 真要爆发的时候 也只能占允于自己刀下 至于其他人里面 天足的一彩 曹不灭和周密 看韩非的眼神都很不友善 这几人 韩非反正都得罪了 只有无双朝着韩非摆了白手 招呼了一声 韩非 韩非微微仰起嘴角 笑道 哟 来得早啊 吃早饭了吗 啊 无双一脸猛逼 早饭是什么东西 韩非抬手掏出一盘蟹黄糕和海葡萄果汁地了过去道 神都王朝特有的小吃 在别的地方吃不到 无双脸色微微一红 笑着接过 韩非说不错 那肯定是不错了 他可不止一回蹭吃过火锅 喝 没见识 区区俗物 也值得献殷勤 说话的 是隔壁的草不灭 韩非干掉了他弟弟 抢了他弟弟的极品神器 这丝怀恨在心 韩非撇嘴 一脸随意 对 你不俗 你全家都不俗 毕竟 你弟弟送了我一件极品神器 我怎么能说你俗呢 韩非那等讥讽的表情和炫耀的嘴脸 直接就让曹不灭炸了 韩非 你根本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你将为你的行为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 隔壁 周密没有说话 一彩乐得看戏 另外两个应该是兄妹吧 一个叫罗优和 有个叫罗优然 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 但是 韩非之前曾干掉过一个人 那是第一次遇到幽灵海峡的人时的敌人 好像叫罗优玄来着 这三人名字这么像 看起来像是兄弟姐妹三个 但韩非也不确定 若是幽灵海峡的人都喜欢这么叫呢 这俩人也在看戏 甚至还给韩非和曹不灭让了路 似乎很期待他们俩打起来 嘖嘖嘖 韩非微微耸肩 用比仪的目光看向曹不灭 天族之前也是想这么让我付出代价的 结果你看看 变成了一群送财童子 曹不灭是吧 我期待你哦 听说你是主卖核心子弟 看样子你应该很值钱 你 磕磕这时 众人身后 凤雨哼哼着走了过来 凤雨也是无语了 小师弟真能惹事 上来就开地图炮 恨不得人家不找你麻烦似的 曹不灭冷哼了一声 没再说话 韩非在他看来 已经是个死人了 任他这段时间能获得多少好东西 也迟早会归于别人 凤雨冲 韩非翻了个白眼 早饭就没我一份 有 哪能没有 一模一样的蟹黄糕和海葡萄果汁地过去 众人看着眼皮微斗 之前 韩非和凤雨关系还算一般的 但应该是有凤心留在中间 所以这俩人关系似乎亲近了些 不要怀疑这些人的调查能力 韩非的一举一动 他们闲有不知道 如果之前韩非和凤雨关系好 不可能这么长时间都没聊过几次 完了 韩非感受到无双身边 那魁梧大汉的战役 笑了笑道 兄弟 放轻松点 我不是来跟你打架的 邓行天咧嘴笑道 听说你全数无双 有机会 切磋切磋 韩非笑道 行啊 那就期待竞技场相遇吧 便在此时 就看见之前那个裁判员走了过来 是的 就是全程监管十万年大比的那个裁判员 此人以帝尊身份当裁判 谁敢不服 这会儿 只听这裁判员道 你们之间有什么矛盾我不管 但是在神灯武库里面不要吵吵 另外 神灯武库里有上下两层 下层为武库 藏那各种神器至宝 上层为树藏 海纳世间其门大树 万道功法 五 韩非 赵青龙 凤宇三人可入其中 寻神术一门 至于哪些是神术 你们到了自然就知道了 挑选时间为两个时辰 在武库内 你们可以动用感知 好了 话不多说 进去吧 韩非能感受到 身边那若优和心头激荡 他可以获得一柄极品神器 自他往后 就只能获得上品神器了 而凤宇和赵青龙 因为有了获得神术的资格 也就没有获得极品神器的资格了 唯有自己 三者全战 韩非满面春风 随着那裁判员 朝着神灯武库走去 第2435章眼花缭乱的神术 神灯武库只有一扇门 其他所有的可见的那些墙体 其实也都不是墙体 离得近了 才看见在那金碧辉煌之下 是一片蒙蒙的杀阵结界 唯一的一扇门道像是真实的门的模样 和虚空神殿的青铜门不一样 这扇门上 金碧辉煌 刻印着类似于纹身一样的道文魔图 韩非只是扫了一眼 就知道这是一种观想图 但并非是让人学习的那种观想图 只是烙印在这门上 就可以感受到有恐怖的威压降临 饶视韩非等人实力不凡 也都不禁讹生猛汉 哪怕赵青龙也是一样 金光璀璨的魔图之门缓缓打开 一条缝隙 足够韩非等人并肩走过 随着韩非他们一如此间 就感受到了这所谓的武库和其之大 遥遥看不见头 他们只能看见一个又一个的结界 忽然 只听耳边有声音浮现 每个人有两个时辰的时间 从这一刻开始计算 在这里 你们可以用感知查探 但是 若想拿到想要的东西 则需要自行破开眼前的结界才行 韩非等人猛然回头 便看见 在这虚空逆角 有一个盘坐在那里 不知道多久的 宛如雕像一般的长发老者 虽然看不穿老者的实力 但是众人心里都理所当然的以为 这老者绝对是帝尊级别 韩非心头一动 请问前辈 寻找武器 可有限制 比如 用一下道具之类的 而那老者 缓缓开口 如果你用得出来的话 那便可以 这话说的 韩非心头一愣 忽然发现 在深度武库里面竟然和本命星辰失去了联系 这里的空间节点 不允许他们进入本命星辰 韩非反手掏出吊杆 甩向虚空 试图从时光中调取航海万象仪 然而这里竟然阻断了时光 当时韩非整个人就不好了 这特么就过分了 早知道自己就抱着航海万象仪来选了 结果现在自己想作弊都没法作弊 只听一才冷笑一声 白痴 韩非朝一才看去 淡淡一笑 没有回应 心说打擂台的时候别让老子遇到 因为只有两个时辰的时间 而神灯武库又太大 宝贝都被封印在一个又一个节界里面 所以在一彩嘲讽完韩非的下一刻 原地只留下韩非 凤宇 无双三人 无双 我也去了 而韩非和凤宇相识一样 第一时间并没有看第一层的这些封印 因为刚才那裁判员也说了 第一层是武器珍宝库 而神术之类的 在第二层 就价值上而言 当然是神术重要过极品神器 所以 韩非和凤宇俩人直接就踏入虚空 出现在十万里外 一处台阶之前 而此刻 赵青龙已经入了二层 台阶不多 只有三十二层 但却像是一道传颂门 头顶之上 完全是一片虚空 根本不知道这台阶通往哪里 但韩非也不在意 和凤宇直接登上了二层 映入眼帘的 同样是无数的结界 这些结界 有白 绿 蓝 紫 橙 红 黑七色构成 当韩非他们进入这里的时候 虚空中又传来了一个老者的声音 只听那声音道 神术只在红黑二色之中 红色一学 黑色多为传承之术 非有缘者不可得 这又是一个老者 看不清面容 神术被淡淡的白光所笼罩 也就是说 神灯武库上下层 各有帝尊镇守 这老者倒是不用韩非他们去找 只是点名神术的难易 等韩非再一看 红色结界一共有72道 黑色结界则有308道 韩非也不禁有心无语 如果黑色比红色强 数量难道不应该更少吗 而凤宇则直接给出了答案道 一学的神术 可以称之为通用性神术 其效果同样强大 或者说是在历史中 有人破解了这等神术的修炼之法 对于寻常人来说 掌握一学的神术 远比一些不知道怎么入门 或者不知道什么传承的神术更好 而且 黑色的神术 不一定比红色的强 凤宇这么一讲 韩非顿时了然 旧身份 凤宇应该比照青龙高的多 见识自然也广 所以凤宇这么一讲 两人几步就来到了 那些红色结界笼罩范围之内 一片结界的笼罩范围并不大 只有千米左右 而韩非第一个看见的 是悬浮在半空中的 闪烁着红光的球体 只见韩非谋中 立刻便有信息浮现 这让韩非心头大喜 有恋妖狐的话 用不用航海万象仪 其实都无所谓 只见 他谋中信息显示 净化神盲帝尊纪品 介绍 可净化不祥的净化神术 天帝星宇 无穷天道中 有净化之力 以明天帝至暗 神灵密得此力 以神力模拟此力 可净化诸邪 荡除黑暗 诸面不祥 此述出 净化黑暗 在迸发的一瞬间 可造成极强的全范围神魂攻击 跟机实力强弱 可以让敌人处于短暂的失神状态 推演 不可推演 备注 没有任何力量 可以阻挡净化之光的出现 卧槽 这是摆在外面的第一个神术 但是 韩非一眼扫过 这尼玛也太强了吧 净化诸邪 荡除黑暗 诸面不祥 他不禁想起了 那位白帝对魔帝释放的 那净化之光 他不禁怀疑 是不是就是这门神术 有了这门神术 那么若是杀入不祥之中 岂不无往而不利 看见这神术的第一个念头 韩非就很惊讶 但是 他还是强压下了心头的激动 虚空神殿本就是对付不祥的三大超级势力之一 岂会没有应对不祥的办法 而且 自己现在还没正式面对不祥呢 所以此术现在修德 也是浪费 韩非回神 扭头一看 就看见凤宇正对着结界上的一些淡金色的小字在看 等韩非走了过去 韩非这才压抑的发现 原来 人家有介绍啊 看了看那介绍 上面写道 著名 净化神盲 效果 净化猪邪 荡除黑暗 猪面不祥 范围性神魂冲击 可多次施展 无副作用 简单的描述 但是却透露出了这门神术的强大 凤宇和韩非对视了一眼 然后继续往下一门神术走去 韩非自然也没有停留 继续往前 于是 眼中浮现出各种各样的神术 诸如 树名 天机术 效果 借一方天地 无穷伟力 化为一机 可爆发一至五倍力量不等 副作用 每用一次 身体会崩坏一次 修复身体的期间 他人或有可乘之机 看见此数 韩非扎蛇 如果自己巅峰战力之上 突然在爆发几倍力量 那特么 岂不可以单挑帝尊 但是 爆发值没有固定 应该会随着实力的成长 爆发力越来越小 自己倒是用不着此数 著名 永恒之影 效果 创造一道自己的影子 此影永恒不灭 除非本体生死倒消 可在短时间内召唤此影 爆发本体完全状态下的战力 持续时间较短 看见此数 韩非眉头一挑 好家伙 对于强者之间 分秒必争 一念之差 结局可能截然不同 这是一个杀手锏神术 韩非真的很想要 可是 如果面对不祥 多一个自己 又有何用 从本质上来讲 此数不如自己的双子神术 韩非和凤鱼走得很快 当他们看完这72门神术之后 说没有犹豫 那是假的 因为每一门神术 都是一次诱惑 看完这72门神术 就相当于挡住了72次诱惑 如果韩非和凤鱼 没有加入虚空神殿 这辈子没有冲击神灵的渴望 很可能就会在前面 这些神术里面选择了 但是 他们知道自己的使命 他们的未来 不局限于当下 他们要面对的 也超出了这些神术的理解范畴 等韩非和凤鱼走过这红色结界后 纷纷松了口气 但等他们来到这黑色结界部分的时候 这个时候 基本的解释都没有了 正如那帝尊老者说的 一切都只看缘分 诸多神术 唯有缘者得知 凤与心头一动 你最好不要在这里浪费太多时间 这种缘分 很诡异 我和赵青龙不用挑选极品神器 所以可以把时间都耗在这里 若是不行 就从前面择一门神术 韩非微微点头 308门神术 说实话 自己一门门看过去 甚至都不要一个时辰 就可以看完 看完不难 难的是选择 因为神术之间 各有各的特色 没有什么绝对的好坏之分 这个需要根据自身掌握的力量 去判断哪个最适合自己 这个时候 韩非和凤与的想法是一致的 他们想的自然不是一个一个去看 这没有多大的意义 最好的办法 是让神术自己选择自己 而怎么让神术选择自己 当然是牵动自己的大道 引动此间 看有没有契合自己的神术 会主动和自己联系 而早一步来此的赵青龙 已经开始这么做了 并且 赵青龙刚引动自身大道 立刻就有三道黑色结界中的神术 开始异动起来 第2436章星辰全术 到了韩非他现在这个实力 在选择某些东西的时候 本身就是一件讲究机缘的事情 所以 韩非和凤与同时释放自己的大道 试图去引动这些神术 一时间 这308处结界 竟然有八成都闪耀了起来 一 镇守二层纳帝尊老者 甚至一层纳帝尊强者 纷纷朝韩非他们三人看去 能够一次性引动这么多神术 凤与和韩非俩人中 并有一人 有无与伦比的潜力 道士赵青龙被忽略了 因为他只引动了三门神术 而韩非和凤与中其中有一人 引动了很多神术 两位帝尊道也不急 只要看韩非和凤与 谁先获取神术就行了 如果其中一人获取神术后 这种异动消失了 那便是此人引动了诸多神术 反之就是另外一人 此刻韩非感受到许多道亲和的感觉 冥冥之中 韩非似乎看见诸多大树浮现在自己的眼前 他们闪耀着奇光 韩非可以感受到 有些大树和自己的神魂特别亲近 有些大树和自己的血肉体魄特别亲近 有些大树和自己的大道特别亲近 还有一些就更为特殊了 好像是和自己本身十分契合 反正这诸多大树 让韩非一时间难以抉择 正如凤与所言 选择才是关键 自己不能再选择上耽误太长的时间 所以韩非也没有过多的思考 契合自己肉身的神术就不需要了 自己拥有至尊神术 号称人族第一肉身修行神术 契合自己大道的 也全部放弃 自己大道太多 很难说自己专精某项 剩下的 就是契合自己神魂的 还有就是和自己本身性格啊 这种冥冥中契合的 韩非犹豫了一下 转念一想 自己已经有了修行神魂的神术天道 这是虚空神殿出品 绝不会比神都王朝的弱了 那么结果 只剩下了两门神术 他们都是契合自己本身的 感知中 其中一种 似乎趋近于战斗 应该是一种战法大树 类似大道归一剑这种 也可能会更强 还有一种 比较温和 应该是趋近于守护 一攻一防 自己该怎么选 韩非想到 同境之中 应该没有自己防不住的人 就算有 自己的守护之力已经不弱 但是 自己要做的事情 温和的守护之力 可帮不了自己 于是 韩非果断地选择了 那门攻杀性更重的神术 温忽然间 就看见韩非忽然睁眼 单手宁念力量 摁在了这308道结界中 靠后的一处黑色结界 既然是神东王朝送神术 这些结界的力量 肯定是挡不住韩非的 韩非只觉得 自己仿佛将手 伸入了一处泥潭之中 结界尚未完全破损 韩非就感知到 有什么东西 钻入了自己的身体 跟着 脑海中便浮现出了 一些奇异的道文 神术的传承 一般情况下 都不是流于记录的 不论是战神传授 自己至尊神术 还是大师兄传授 自己天道之法 都是直接映入 自己的脑海 片刻之后 韩非脑海中 浮现出一门大树信息 清晨全术 帝尊神品 介绍 此权亦可称灭时之权 七日有神灵 观星辰寂灭 创灭时之权 此权汉勇 以星辰为力 以星报为权 此权之狂 诸神退避 不祥亦避锋芒 修行灭时星辰权 当有追求极道之心 当先有寂灭之心 方有灭时之权 故 此权有三境 一境为星报 二境为寂灭 三境为灭世 推演 不可推演 效果 长期修炼此权 双臂有几率提前化作神之谷 背注 在此权术面前 敌人的多寡 并无意义 韩非一言扫过 果然不出自己所料 这是一门十分狂暴的 攻杀之术 其实 论效果 不见得有辅助之法来得好 也没有进化之光之类的特色 但是 这权术 只有一个字 那就是强 就以韩非现在的实力 其实也可以轻易击穿星辰 但是 星报这玩意 可不好挡 纵然韩非现在都不觉得 能轻易挡下星报而无伤 若是星报 那一瞬间的恐怖力量 恐怕化星大圆满都难以抵挡 就如凤雨之前和赵青龙战斗 就曾爆发过类似的力量 当时那恐怖的力量 让韩非他们都不得避其锋芒 强得有些可怕 当韩非选择了这门星辰拳术之后 立刻就有时遇到结界暗淡了下来 但其他的结界 依旧还亮着 当时 两大帝尊 纷纷松了口气 看来 他们已经知道了到底是谁引起神术移动了的 那便是正在选择神术的凤雨 韩非走了 但是近八成的神术 依旧在闪耀着 这就是证明 只是 这两位帝尊并未想过 或许这两人都能引起神术移动 他们下意识的就觉得这种几率太低了 历史上也没出现几个人能引得如此多神术移动的 如今日之景 还是第一次 总不能这样的人一下子就出现两个吧 不过 他们觉得韩非也算是不错 韩非获得的那门神术 其实也让他们有些震惊 那门神术至今为止 在神东王朝自己被三个人选择过 其中一人 便是此时的东武大帝 那门神术 需要极具疯狂的战斗个性 不过听说次子与异迪迁 学勇无双 好像得到这门神术 也没什么不对 得到了自己的神术 韩非来到出口处 对着那位帝尊前辈道 前辈 感温一下 我用了多久时间 这老者道 半个时辰 韩非心头一动 就刚才那一个选择的功夫 用了半个时辰 自己感觉还挺短的呢 多谢前辈 韩非拱了拱手 立刻下到了一层 一层之中 结界类型和二层相似 只是数量要多了很多 相比于神术而言 极品神器只要有足够的材料 用心打造 花上时间 总是可以打造完成的 对于极品神器 韩非不觉得要攻击性特别强的 他觉得最好是辅助能力特别强的 如神之念珠这样的极品神器 在韩非看来 其价值要远高于普通的杀器 而且 若说攻杀武器 其实韩非并不缺 自己抢都抢了好几件了 如果自己愿意 可以自己给做一套上品神器套装 所以 韩非选择极品神器 更想选择的 是辅助性的 寻常人看不见其价值 但关键时刻 却有逆天功效那种 随着韩非一扫 发现神斗武库的极品神器 多达两万余剑 这个数字 让韩非都不禁则舌 简直土豪啊 这么多极品神器 如果随意挑选 武装到牙齿 仅凭装备 恐怕就能做到开天境无敌了吧 就算莫无敌 别人肯定也打不死 拒掉武器类九千余剑 韩非发现 极品神器的辅助类主要有 阵魂类 项链辅助类 鞋子和翅膀类的 玉佩类 其中 阵魂类可以直接排除 再好的极品神器 也不可能超过炼妖狐 玉佩类 多是积攒释放性神器 如同极寒宝珠那样 汇聚了一定的力量 甚至有可以爆发 帝尊一击的力量 但是 自打韩非用过极寒宝珠 就知道那样的力量虽强 但其实不够 最多就是祖一祖帝尊 若是完全状态下的帝尊 可能根本不拒 除非是那种新进的帝尊 可能会被击伤 否则基本都能挡住 所以 韩非直接去掉了玉佩一类 毕竟自己有极寒宝珠就行了 剩下的 项链类的 韩非找了半天 竟发现没有一件拥有 堪比自己神之念珠这般强大的 韩非自己都有些诧异 当初神之废墟那位给自己的神之念珠好的有些过头了啊 没想到对方这么好的东西 竟然就这么给了自己 至于鞋子类 韩非考虑了一下 自己在盗玉佩手哪里 对速度是有所领悟的 只是这段时间 自己忙着修行式新神术 没太研究这个 不过 这一类 可以放在考虑之中 毕竟 如果遇到比自己速度快的 跟不上人家真的很烦 速度被碾压 基本上全方位就有被碾压的可能 除了这些品类 还有一些杂类 就是没法分类的那种 这可能是一些炼器师稀奇古怪的想法 而这类极品神器 是极具创意的 就是有点少 加起来一共只有两百件不到 而韩非的目光扫过之后 一下子就被一座青铜鼎给吸引了 那大鼎内 正无时无刻地闪动着雷弧 第2437章引雷台生命之火 韩非之所以被那大鼎所吸引 倒不仅仅是因为那大鼎上的恐怖雷弧 而是那大鼎周身转刻的道文 竟然是流转着的 就好像在环绕着大鼎转动一般 出于好奇 韩非凑过去看了一眼 却见他眸中 立刻有信息浮现 名称引雷台 介绍曾置于永恒雷狱中 用以收集雷结 汇聚雷结池水的神器石台 经过十万年雷霆洗礼 孕育雷灵和雷神道种后被收回 因石台汇聚天然雷纹 故被炼制成器 引雷台可汇聚雷结池水 可孕育雷灵 日常使用 孕育天结的速度较慢 辟海径天结 五年可聚寻常天结 十年可聚紫色雷霆 开天境天结 五百年可聚寻常雷霆 千年可汇聚紫色雷霆 五千年可聚寻常正道雷霆 万年可聚紫色正道雷霆 若至于雷霆混乱之地 速度可提升十倍 品质极品神器 复魂无 效果雷结翠体 雷神体 可重铸 未炼化 备注不可轻易复魂 非契合之魂 无法与之相容 看见这引雷台的信息后 韩飞微微皱起了眉头 这引雷台和青雷酒壶十分类似 一个会产生酒 一个会产生雷结 关键是 后面的那正道雷结 吸引了韩飞 不可否认地说 若是提前感受正道雷结 并汲取这雷结之力的话 只要多承受几道这样的雷结改造 就必然会增加正道时的成功几率 然而 有一点不好的是 这引雷台汇聚天节的时间 实在是太长了 一道紫色的正道雷霆 要一万年 如果是在自己的本命星辰之中 这一万年就并不长 可是 自己的本命星辰中 并不具备这样的雷霆之力吧 除非 自己把自己的本命星辰开一道口子 让新海中雷霆到运 能够汇聚 但那时候 时间加速有没有那么快 就不知道了 这让韩非一时间陷入纠结之中 如果自己的设想可以成功 那么长远角度看 引雷台的效果 远超其他极品神器 但如果没成功的话 引雷台的作用就大打折扣了 但韩非倒是想到了一个地方 这引雷台的描述中提到了永恒雷玉 还别说 暴乱沧海里不就有永恒雷玉吗 虽然那里的雷霆之力很弱 但是当初自己也未曾走到那片永恒雷玉的最深处吧 韩非心头一动 不由得看向一层那位帝尊老者 问道 前辈 晚辈想问一下引雷台在此搁置多久了 那帝尊道也不瞒着 干脆的说道 一万三千年 此物 放置越久 价值越高 一万三千年 也就是此刻这引雷台中 蕴藏有一道正道级别的紫色雷霆 但是只有一道 韩非顿时了然 果然 如果没有这一道紫色雷霆 这引雷台的档次恐怕会直接变成上品神器 韩非心头顿时一横 不管了 这是个好东西 虽然诞生天结的时间长 但是里面已经有一道正道级别的紫色天结作为附送 那的确称得上一件极品神器了 再者 他冥冥中感觉 永恒雷遇这个传说 在海界或者在新海中 必然存在 这东西 似乎和诸神之战有关 而诸神之战 又和不祥之力有关 所以 不管如何 自己先拿着 反正自己还有一百多万积分 还可以继续换 这部 韩非当即迸发大道归一剑 毫不犹豫地展开了引雷台外的结界 一 韩非 你选了引雷台 无双见韩非这么快就选择了 便来到了韩非的身边 有些讶异 韩非点头 此物不错 无双 可是他大多数时候很鸡肋 一旦其中的那道紫色正道天结用完 基本就没用了 而且 那是正道之结 恐怕你也至少要到化新巅峰才能用吧 毕竟 那可是紫色天结 不是寻常的雷结 无双想表达的 是这玩意不实用 而韩非内心深处其实是想拿此物做实验 万一自己试验成功了 这玩意的价值甚至要超过寻常极品神器多亿 韩非选都已经选了 疑 你选好了 无双笑道 还没 正在纠结 韩非笑道 那你先慢慢纠结 我再看看 这时 却听一声那一彩嘲讽而来 冷笑了一声 韩非 你可知 这引雷台 原来是谁家的 韩非笑道 你家的啊 一彩 你倒还算有些聪明 可惜 极品神器砸在这引雷台上了 海界引雷之地极少 如果你能耐得住性子 再过个三五万年 凭他的确能挣到呢 嘴上说着 但嘴角却露出嘲讽之色 没人比他更了解引雷台的特性 万年凝聚一道的紫色正道天结 只是最初的第一道天结而已 这样的天结 至少要吸收五道以上 才能提升三成的肚结成功率 而一彩对韩非的看法 让他再等几万年 怕是不可能 所以此物就相当于亏在手里了 这让他忍不住过来嘲讽韩非一顿 然而 韩非却咧嘴笑道 无妨 区区一件极品神器 你觉得我会很在意 再说了 东西得分人用 你们天足 一群傻貌 也能使得此物精髓 你 完了 韩非便不再理睬一睬 而是继续闲逛起来 他们不经心地走过这些创意类极品神器 心里正想着 要不要选一件翅膀或者鞋子之类的 忽然 韩非在经过某一枚火焰之珠的结界外停了下来 咦 韩非本以为那是一枚珠子 但此刻一看 竟然是一种水 然而 这玩意明明像是一个火种 里面正在燃烧 怎么会有水的形态 等韩非定睛一看 信息浮现 名称生命之火 介绍此物可吞噬天地一火 并将一火转变为生命之火 在宿主即将殒灭 甚至殒灭的一瞬间 赋予宿主生之傲益 让宿主浴火重生 并掌握此一火的力量 根据吞噬一火的强度和等级 可恢复宿主生机和伤势 各有不同 每次使用完 都需要一火补充 品质极品神器 复魂无 效果浴火重生 可重铸 未炼化 备注不可轻易复魂 非契合之魂 无法与之相容 啊这 韩非本来只是碰巧路过这里 他完全没想到自己会看见 这样一件极品神器 此物的确是不适合自己 但是 此物却完美地契合了凤宇 韩非不由得想起 好像只有自己没有送凤宇 挣到礼物了吧 只是 送一件极品神器 好奢侈的样子 可是 错过去吧 又不合适 这玩意太适合凤宇了 对凤宇来说 不仅仅是一条命 这玩意可以让他掌握许多一火 孤独 泽泽 看来凤宇都要欠我一个大人情了 五 等我渡劫的时候 他肯定要还一件相当的宝贝回来吧 嗯 以凤凰神族的底蕴 还回来的宝贝 肯定不差 所以 这个极品神器送去 但在将来也会收回来一件相当的极品神器 亏到也不怎么亏 也就自己暂时少了一件极品神器而已 这不 韩非对着那帝尊老者道 前辈 晚辈要用功勋兑换极品神器 不知可否 可 老者毫不犹豫地婴了下来 韩非并不知道功勋的价值 更不知道功勋在天坑世界的获取难度 可以这么说 独立击杀了一名帝尊 才可以获得一百万积分 正常人 基本做不到 所以能用积分兑换极品神器来消耗掉韩非的积分 这老者十分乐意看到 甚至于 其实对帝尊级别来说极品神器固然不错 但极品神器的价值 已经被他们看清了 至少没有开天竞那么看重了 这不 只看见韩非资格令上 加分直接加少了一百万 韩非嘴角都抽了抽 砰 距离韩非换取以擂台 只是过了半炷箱而已 韩非再次出手 拿下一件极品神器 看得不少人眼皮子都是一斗 有钱就是尼玛任性 一门神术 两件极品神器 还有后面的悟道功 这家伙的机缘不是一般的大啊 而那老者则是微微眯着眼 此此倒是挺有魄力 可惜 潜力不如凤语 而且太能惹事 否则神东王朝都是可以吸纳一下 当然了 估计韩非不会愿意加入神东王朝 毕竟此人是西海神州的人 老者 包括其他所有人 在韩非拿下那生命之火的时候 似乎都明白了他想要做什么 这分明就是要送人 至于送给谁 那还用说 凤星流实力还弱 应该不至于 那就肯定是凤语了 他为什么花百万功勋送极品神器给凤语 他们的情报中 韩非和凤语 关系可没那么好 所以 他们的第一想法是 韩非再要凤凰神族的人情 一个大人情 第2438章武道弓 重锤出击 兑换了两件极品神器 韩非心头也是一阵滴血 本想给自己换一件极品神器的 没想到变成了给风雨换 好在 自己这段时间 实力也飞速成长 哪怕正面应当照青龙 也是怡然不惧 而韩非这个身份 在离开神灯王朝的时候 就彻底地消失在世人的眼中 提前选好了奖励 韩非身上已经没资格再选第三件物品了 所以直接就被移出了神灯武库 这帝尊老者也没给韩非四处乱逛的机会 片刻后 邓行天第二个出来 韩非跟他不熟 也不知道他选了什么 这家伙看上去挺高冷 韩非也没兴趣搭讪 跟着赵青龙出来 韩非就更没什么好脸色了 完了 结果 凤雨是第八个出来的 无双是最后一个出来的 韩非还有些无语 无双早就开始纠结了 结果一直纠结到结束 这姑娘也真是够纠结的 此刻因为有帝尊在侧 韩非也没好跟凤雨多交流 当所有人都出来后 那等在外面的裁判员道 好了 既然奖励已选 那就去神灯武道弓吧 武道弓需要一次性用完 到时间会自动被送出来 当然了 如果你手上有多余的弓薰 那么超出了时间会自动扣除弓薰 直到弓薰不够时 会被自动送出来 这话显然就是对着韩非说的 能够兑换悟道弓时间的 只有韩非一个人 其他人的弓薰 连一天都兑换不到 只能干看着 裁判员挥手间 带着韩非他们迫须而上 在此间 韩非瞅见了虚空之外的十二座宫殿 这十二座神殿有高低起伏 隐隐可以看见他们辉煌的宫殿外形 但是想往里看 就看不见了 毕竟 这是帝尊修行的地方 韩非不禁感叹 神兜王朝的底蕴果然是不可小觑 一个神帝武库藏着两大帝尊 裁判员是帝尊 还有十二公的十二位帝尊 还有一位东武大帝 这都是明面上显露出来的 从数量上看 这一个势力可要比虚空神殿的帝尊数量 都多了不少 神兜悟道弓所在的地方 是在神兜十二公之上 这一点让韩非亚裔 十二位帝尊的修行之地 其地位都没有那悟道弓高 他现在倒是有些期待 那到底是怎样神奇的一个地方了 翁等韩非他们越出虚空 映入眼帘的 不是宫殿 而是位于新海里的高墙 那些高墙上下不知几何 就像是一座巨大的 树立在新海里的迷宫 韩非他们刚回神 就听见那才叛道 神兜悟道弓 每个人进去看到的 遇到的都不一样 这里藏着远古的神徒 藏着无数的大道感悟 藏着诸天大树 以及昔日那沉寂的万法 珍惜你们的时间 特别是只有半日光景的 其他的我就不多说了 你们自行感悟吧 说完 就看见那个迷宫墙体 开了一道入口 这意味着 悟道弓的时间 已经开始倒计时 抓刷刷只看见 曹不灭和周密最先冲出去 他们的时间很短 只有半日光景 若不好好利用 此番可就是白来了 这时候包括韩非在内 都立刻往那迷宫中走去 毕竟时间很短 而他们对神兜悟道弓 一无所知 刷 韩非从那墙体挪移开的地方进来 但他立刻回头看去 却发现哪里还有蓝石的路 此刻 这悟道弓里 就只剩下韩非一人 其他人也不知道去到了哪里 可能个人的机缘不一样 出现的位置也不同 韩非站定 抬头看去 周围那墙壁高耸似乎没有尽头 感知在此间全然无效 连身体都出不了 韩非现在只能凭借眼睛去看 在韩非的正前方 有一左一右两条路可以选择 而在他正对面的那没有路的墙体之上 则出现了无数的刀痕 韩非双眸有些刺痛 他猜测 这应该某种刀数传承 将比于其他人的时间 韩非的时间要更加地充裕 他第一时间就想施展时光锤吊数看看 但是正如他所料 这神灯物道工和神灯武库一样 是禁绝韩非这种作弊行为的 不过他们或许可以禁掉时光锤吊数 但是练妖狐的力量 是禁不掉的 韩非站在这里动也没动 而是一直都在体悟和观摩自己眼前的那一片刀痕 一个时辰后 韩非眼中有信息浮现 光速展开天镜审品 介绍一种达到了光暴之速的快刀数 此刀法大成 最快速度可达18倍光速 开天镜内 险有人敌 光速展需要空间大到领悟层次 以及自身速度领悟层次相结合 方可大成 光速展 若是能配合无影光刀 则效果倍增 领悟5% 效果极快之刀 难以抵挡 弊端 因为速度太快 力量传导难免不足 好厉害的刀数 心动肯定是心动的 但是一个时辰只领悟了5% 想要将此数领悟完成 至少也得一天半的时间 群常人 若是一半天时间 就能弄到一门开天镜神品刀数 肯定是12分愿意的 但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神动物道宫 这里甚至有神灵的传承 自己搞半天就领悟各开天镜的刀数回去 这也不像话啊 而且从光速展的介绍来看 这是需要依托于自身速度和空间大道 才可达至巅峰的刀数 那么假设自己速度和空间大道的掌握 真的强到那等程度了 自己也未必不能自行领悟这光速展 所以如此一想 韩非立刻就选择了放弃 韩非不仅不慢地来到那左右两条路的路口处 寻思了一下 本能的就想施展双子神术 但双子神术刚一出现 韩非赫然发现 光速展的刀痕消失了 当即 韩非双子合一 他心里有了猜测 自己恐怕得完完全全的本体形态 双子神术后自己的实力神魂各方面都大打折扣 所以这神动物道工的有些东西就不会再出现在自己眼前 而自己也就错过了这个机缘 所以当韩非双子合一之后 那墙壁上的光速展刀痕又重新出现 呵你出现有个毛用 我又不选你 韩非快速地往右走去 只是没走多久 大概数十里 韩非也不确定自己走过的距离 总感觉距离在这里好像有问题 这次 韩非来到了一处圆形的被迷宫墙体环绕的空间 周围有六条路 除了自己来时的那一条 还有五条路 韩非当时整个人就不好了 这种地方 自己就应该作弊来的 可惜 规则不允许 这圆形空间的中间位置 有个小花坛 花坛上 有一柄锤子 难道这还是神器呢 韩非的眼中 并没有浮现这锤子的信息 但是作为一个正常人 看见这锤子 肯定是要上去拔一拔的 总不至于 白剪的锤子 自己不要 韩非的想法和普通人一样 甚至要更加贪婪 只见他二话不说 就走上前去 单手握住那刻满了道文的锤柄 翁韩非这刚一握住这锤子 立刻 有光芒绽放 搜地一下 韩非就消失在了原地 下一刻 韩非愕然地发现 自己忽然置身于未知的心语之上 锤子也不见了 迷宫也不见了 但是 在韩非的正前方 出现了一个魁梧人影 此人长发求然 手握刚才自己看见的那柄重锤 韩非目光已领 这是要打架的节奏啊 然而 就听那魁梧人影喝道 多久没有遇见传承者了 小子 既然来了 那就先接我一锤 通锤位置 虚空爆裂 空间坍塌 韩非感受到了无穷俱力 很疯狂 很恐怖 但是 此人爆发出来的实力 却是开天静的 至于到底哪个境界的 说不清楚 反正 韩非立刻催动大道 同样全力爆发 超五千万浪的恐怖力量 正面迎上了这一锤 东 虚空连衣 疯狂滋生 一道道金色波光 搅动虚空 而那魁梧人影 则是压抑了一声 然后哈哈一笑 再见我一万锤 韩非 下一刻 韩非就看见了漫天锤影 仿佛自己一瞬间被无数人攻击 而那求然壮汉 人已经消失了 咚咚咚当当当天知道自己扛了多少次锤机 韩非心头都无语了 这人明明开天静而已 怎么可能爆发出如此频率的锤机 真正轰出了无数道 就力量而言 这一万锤的力量都不如第一锤组 但是这么一轮扛下来 韩非也觉得扛不住 力量调动 没有那么快的 仅仅挡住了千锤 韩非就被单方面地轰锤 好在 他的体魄够强 直接盘坐虚空 硬抗锤机 便在韩非以为自己扛过了这一锤 天穷之上 一道具锤之影 仿若覆盖九天十地 宛若天塌了下来 卧槽 还来 第2439章速度传承 面对这恐怖的一锤 韩非心头凛然 不敢怠慢 但不管那求然壮汉到底是帝尊还是神灵 他展现出来的力量 只是开天静 既然是开天静 就不该有自己不敌的力量 要说其他的 自己不敌也就罢了 但是力量 这可是韩非的看家本领 这若是不敌 韩非就觉得这么多年的恋体 都白费了 吼 无敌之眼 扑扑扑一时间 韩非浑身鲜血淋漓 血肉炸开 皮肤均裂 一道舍身犬硬 迎天而上 口冬回音震荡 连一刹那肆虐百万里 那画面 宛若一块巨大的钢板冲天而降 而韩非宛如一只蚂蚁 以一拳之力 将那钢板打到凹陷 力量风暴 往四下一散 若是有人见到这一幕 怕是会惊诧 这岂是开天镜力量所为 扑 力量的反阵 直接让韩非喷出一口鲜血 那时那种锤的力量 也被韩非这一拳给强行打了回去 卧槽 开天镜怎么可能有如此恐怖的力量 韩非第一时间停止运转大道 如果不是因为他的虚空面体术已经大成 如果不是他已经开始修行式新神术 今天可能会被吊打 刚才那力量 韩非自觉 如果再多一分 自己可能就扛不住了 要知道 加上无敌之眼 自己六倍力量加持 一身实力超过了七千万浪 这个数字 根本就不是寻常化新大圆满能够承受得了的了 不管是凤羽 还是赵青龙 他们算上底牌 全部爆发 力量也不至于有五千万浪 但是凤羽是天榜第一 赵青龙更是神榜第十 他们那力量都排到这了 那自己这力量 问鼎海借开天进前时能有问题 就这 差点都没扛住这一锤 急到 这是急到 韩非或人间明悟过来 这用锤子的求然壮汉 是一个急到链体者 从他的力量传导速度 再到最后这一锤的可怕距离 韩非意识到了他走的路 仅仅这一点 韩非就受益匪浅 自己从未遇见过急到强者 但是这一次 自己感受过了 心里也就有了一个标准 现在唯一不清楚的就是这求然壮汉 跟自己战斗时所用的境界而已 韩非神色凝重 这就是走急到者 牺牲了神魂这条路 网链体极致方向走了太远 只是不知道 这是不是急到者的基础力量 如果是 那简直太可怕了 但韩非觉得应该不是 要知道自己现在的基础力量 才1300万浪不到 道化心大圆满 理论上自己的基础力量 也不可能超过5000万浪 哭 当韩非这静浪一泻 他的人已经重新回到了神灯物道宫 此刻 韩非手里还握着那把锤子 只是浑身鲜血横流 韩非只看见 那锤子外表上 很多道纹 搜一下就钻入了自己的身体 然后 一目让韩非自己都觉得匪夷所思的情况出现了 自己的右骨骼上 出现了一些极浅的金色道纹 呲 道骨 韩非心头一震 他知道的一件事情是 想成就化心大圆满 首先要凝练一身道骨 什么叫道骨 就是道纹覆盖的骨骼 这锤子上的道纹 跑到了韩非的体内 让韩非有些无语 难道是我继承了那位前辈的道 但等到那道纹慢慢沉淀下来 韩非又发现不对劲了 自己骨骼上的道纹 和锤子上的并不一样 自乎锤子上的道纹 在进入自己的体内后 发生了变化 砰 跟着 就看见这锤子忽然如同一块腐朽的石块斑 轰然粉碎 而韩非脑海中 则浮现出现了一门大树 极限之锤开天境神品 介绍 由极道链体流大地创造出来的锤法 极限之锤分为树枝极限 栗极极限 树极极限 在当前体魄能承受的范围内 爆发出的极限次数和力量的锤法 栗枝极限 在当前体魄能承受范围内 一种叠加到文之力的锤法 推演 不可推演 效果 一种单挑衔有人敌的恐怖锤法 弊端 不适合大规模群战 战后会出现短暂的力量虚拖 备注 极道之路 终究是极端 突然掌握了一门大树 虽然也是神品 但是这极限之锤 让韩非认识到了极道的可怕 这是极道炼体流展现出来的力量 那么极道炼魂呢 这锤子不是神器 但是却给了自己一些道文 韩非往嘴里塞了一团液态神灰 带到伤势痊愈 活动了一下胳膊 总觉得好像自己现在的胳膊力量 好像得到了加强 也不知道是不是那道文的原因 至于刚才过去了多久 韩非以为 应该没过去多久吧 自己和一道残留的力量进行了一次交锋而已 通过刚才自身伤势的情况来看 最多两个时辰 不能再多了 不过 从韩非进来 这满打满算才三个时辰 自己竟然就看见了两门开天境神品大树 甚至自己右臂之上 竟然提前出现了道文 这神灯悟道功果然名不虚传 至于五条路 到底选哪条 韩非也无所谓 正所谓一切机缘 自有定数 有些东西强求不得 于是 韩非就随意地走了最中间的一条路 因为他懒得选 这条路走了出去不知道多远 韩非在身边的墙壁上 路过了一种大树 应该是一种生法类的大树 但这种东西的悟道时间 肯定也长 动辄一两天时间 韩非觉得没必要 时间应该用在诸如刚才那种 面对极道强者的那种特殊机缘上 这次 韩非走过了七八个路口 遇到了足足有六种大树之后 终于在不知道哪条路上的尽头 遇见了一片四方形的虚无空地 这里 有一个光点 浮在半空 韩非眼里 同样没显示出任何东西 但是这光点肯定不凡啊 至少应该不是墙体上的 那些大树可以比你的吧 韩非伸手捞去 结果直接就捞了个季末 咦 好快的速度 韩非微微皱眉 脚下一动 跨入此间 结果这一跨入 发现自己又进入了一片新海之中 韩非不禁反喜 这意味着 他的机缘又到了 只是不知道这回是什么 那光团在韩非不远处悬浮着 韩非当然是直接爆发了超光速去追他啊 但是 下一刻韩非震惊了 这玩意跑的竟然比自己还快 甚至 当韩非爆发到了八倍光速之后 依旧追不上那小东西 自己停下 那东西停下 自己追 他就跑 似乎在逗自己玩 追逐的过程中 韩非明显感受到自己和那东西 所用的道 都是空间大道 但是 这也就意味着对方的空间大道 要强过自己 突然 韩非不经意之间 以时光大道加速 一时间 他的速度将近十倍光速 然而 在韩非加速的那一瞬间 那小东西搜一下也继续加速 韩非已经连人家的影子也没摸着 以韩非忽然察觉出不同 之前消化世界本源的时候 曾对空间大道有新的领悟 前面那小东西 似乎受到了自己空间立场的影响 产生了二次弹射的情况 而且 韩非还感觉那在前方空间 似乎有力量在牵引着那小东西 多重空间大道的加持之下 使得他的速度 远超韩非 有点意思 韩非已经猜到了这次的机缘是什么了 是速度 和那力量传承不同 那个只需要拼力量就行了 自己不耸 但是这玩意 不论自己怎么加速 都没能赶上他的步伐 但对方用的 明明就是空间大道 而且还是自己理解的空间引力 空间弹射 空间吸扯之力等空间力量 韩非心头一动 试了一下虚空倒数 结果虚空倒数半点效果都没有 没用吗 这到底是神灵的意识 还是大道的残留 虚空倒数无效 但韩非也没有遭受到反噬 既然这些都没有 那就只能听空间大道了 如果这次神灵悟到宫之行 能把这个速度传承拿下来 别说三天都耗在上面 就算是自己剩下的五十万功勋全都搭进来 那完全值得 或许 韩非在开天境继续沉淀千年 万年 也能领悟速度的奥义 但是 那需要时间 也需要机缘 哪有现在这般 机缘就在眼前 得到了 就领悟了 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吗 一旦获得此项传承 韩非以为 自己的最后一个短板将被补齐 自此 体魄 神魂 速度 此三项 堪称开天境中无敌几乎无敌的存在 第2440章物法 虚空之一 青海之中 韩非和那光点已经追逐已久 经过一番思索 韩非也冷静了下来 他必然是有什么地方错漏了 虽然这个光点看似和自己使用了类似的空间大道 但其中必有玄妙 嗡 一场全新的追逐再次展开 这是这一次 韩非并未动用时光大道 而是单纯的以巴被光速去追 他并不着急 反而在观察周围空间的力量变化 就算没有遇见这个速度传承 自己也是需要去研究的 现在既然遇到了 没道理不好好研究啊 而且 经过了一轮的追逐 韩非似乎已经有了一些明目 看上去 自己和这光点 都是在以空间引力和推力为加速 但是 对方似乎可以在这虚空天地中 边跑边汲取一些莫名的东西 这些莫名的力量 才是导致他速度更快的原因 这天地间能汲取到什么 这是存在于天地间 存在于星海中的力量 并非他自身引动的 唯一的解释应该是大道之力 但如果涉及大道之力的汲取 自己应该能够察觉到才是 而且 大道之力应该不具备直接加速的能力 韩非心头正在分析 他想着 既然不明白 那就学着做救世了 当韩非催动空间大道 在狂奔之中 汲取大道之力的时候 豁然感觉到 在大道之力汇聚的过程当中 他看见了一些隐藏于大道之外的道文 呲 韩非当时就到吸了口气 道文 怎么会出现道文 韩非心头狂震 道文存于天地之间 自己可以信守汇聚 在学习荣道书的时候 韩非就已经掌握天道文路 但是韩非凝聚道文的办法 其实是以自身大道为基础凝聚的 自己相当于一个引力点 让自己化身天道 与天荣道 道文方程 可现实中 韩非从未发现有自然而然存在的道文 等等或然见 韩非停下脚步 莫曹 自己似乎有点蠢了 天地有规则 可界定万法 可孕育大道 可承载众生 这些规则 便是道 可承载众生的道 花也有根经脉络 草木亦然 万族万物 包括石刻乃至尘土沙粒 冰雪结晶 都有其结构格局 如果要说 那其实就是凝聚在众生身上的道文 例如 冰晶的结构是对称的 有规则的六角结晶 而且这种结构往下是无限延续的 在例如 归类和许多甲壳类生灵 天生成天赋归文 现在看来 那也是道文的一种 所以 道文的存在 不是自己容不容道于天 而是本身就存在 自己只是用容道于天的方法 找到了他们而已 在这极速之中 速度洪流之下 因为速度的惯性 其实会引动很对毒 属于速度的道文 但正因为速度太快 所以才来不及回顾 无法发现这些道文的存在 哈哈哈哈再来 韩非忽然大笑一声 继续全速追击 起初自然是追不上的 但是当韩非速度狂飙至八倍光速之后 将身后流逝的 被空间大道排开的那些宛若速度流线一样的道文 规矩而来 烙印几身 翁啊感觉 就仿佛赛车开启了氮气加速 身体化成了速度的一部分 一下子 韩非的速度暴涨三成海多 几乎是一瞬间 韩非人生中第一次 超越了十倍光速 其实这是一个很浅显的道理 但是大多数人不明白 就算明白了 也不是所有人都能随时随地 汲取道文的 因为他们做不到自己这般 道文信手拈来 甚至 韩非一下子就明白了过来 这个道理 肯定有很多人懂 但是那些懂的人 并不会随意的对外诉说 他甚至明白过来 那些天族啊 各大族之类的化新大后期 明明实力嘛 也没多强 但是速度就是很快 可以达到八倍光速 起初 韩非以为这就是因为他们境界高而已 但其实自己现在境界也不低了 理论上讲 自己距离化新大后期只差了半步而已 可现在看来 其实不然 那些人怕是早就知道了吧 他们或许无法掌握全部的道文 但是只掌握速度之类的 特殊的道文点击 对那些大事例来说 应该还是有的 韩非想着 好像自己上次虚空神殿聚会的时候 金龙师兄倒是问了自己一下 但那会自己的提问的问题好像有点多 金龙师兄所以就没再问 现在想来 可能那个师兄 金龙师兄就想告诉自己了吧 卧槽 韩非一时间哭笑不得 没想到自己硬忙得忙到了八倍光速 这还是借用世界本源贯注 才彻底明误空间大道的一些精深的特性 原来 自己其实早就可以实现十倍光速了啊 此刻 韩非足足爆发出了快达十一倍光速的可怕的速度 那一瞬间 高达十一倍光速的速度 似乎扭曲了空间 形成了一个闭合的超光速空间 这一次韩非勉强追上那光点了 但明明就差了那么点 韩非感觉就是差了点 不过韩非没有选择等 而是以时光大道加持 刹那间 韩非星辰的光速再次暴涨 一下子冲刺到了接近十四倍光速 扑 这回 那光点终于是没能跑过 被韩非隔空一点 给抓到了 一下子 周围的世界变幻 韩非再次回到了神动物岛宫中 而韩非心头 则浮现出一门大树来 驱空之翼开天境神品 介绍 以虚空道纹 速度道纹加持 形成的速度空间 在此空间内 可以源源不断地汲取 虚空道纹和速度道纹 给主体强化速度 速度空间的最终形成 会遇到超光屏障 越过超光屏障 可形成虚空之翼 虚空之翼可提供最高十倍光速加持 虚空之翼的维持 必须在十八倍光速之上 否则无法保持 推演 为之 推演消耗 一百万先灵之气 效果 形成虚空之翼 获得速度加成 弊端 虚空之翼的形成 需要达到十八倍光速 被主一点十八分 被光速为超光屏障 和阴障类似 超过此屏障 会形成光暴现象 被主二 以达炼妖弧当前推演极限 再次推演将涉及天地选傲 将有损练妖狐 哭 韩非眼皮跳动 这一次 他是取了巧的 因为他学过荣道书 所以可以轻松汇聚道文 否则 他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得到这虚空之翼 但是 超光屏障 韩非还是第一次听到 还记得自己进入神灯物道宫 遇到的第一面墙 那墙上留下的光速展 其中就提到刀数最快可达十八倍光速 起初 韩非也是被唬住了 因为快达十八倍光速的一刀 他肯定接不住 但现在 韩非知道自己的极限状态之下 速度已经可达十四倍光速了 等到自己达到十八倍光速 虚空之翼的意义就大了 但目前 此数对自己用处不大 因为自己最快速度也就是四倍光速而已 这一刻 韩非心头豁然开朗 一直以来 自己速度不够的弊端 此刻也没了 自己不用再熬时间 熬领悟 去追求速度的极限了 至少说 目前来看 他的速度 已经不是谁随随便便就能追上的了 哪怕是画新大圆满 其速度可能也只是在九倍光速到十倍光速左右 哪怕是赵青龙这样的 韩非以为 他的极限速度 应该也没超过自己的极限速度 赵青龙上回展示出超十倍光速 韩非当时还震惊不已 那也是当时他自认全然不敌赵青龙的原因 但现在 韩非突然想和赵青龙碰上了 不知道他现在 还有哪方面能够压制自己 韩非回过神来 这里的光点已经消失 但这应该不是一次性的 或许将来还有别人能够遇见这光点 但来人能不能领悟 就全靠他自己了 而韩非也不知道自己到底用了多少时间 但他估计应该不短 因为在那混沌星海之中 自己追逐了好几次 加上领悟和观察 也不知道自己的时间还剩多少 但至少现在积分还没被扣 这意味着自己在神都悟到功还不足三天 而韩非并不知道 此时此刻 赵青龙这些人 已经都出现在了外界 而且全都在做官 似乎在消化自己得到的东西 韩非现在心境圆满 他反而不着急了 因为他感觉自己短时间内 好像没什么好追求的了 此番万年大比 自己得到了太多好处 真希望能有个百年空余时间 好让自己好好消化消化 韩非穿过了十几个路口 忽略掉了七八个硬刻 在迷宫墙壁上的大树 正在寻找着他的下一次机缘 还别说 这次机缘来得挺快 距离韩获得虚空之一 只用了半个时辰左右 只是 这回的机缘有些不同 韩非看见了一个 背对着自己的青年人虚影 为何确定为青年人 那就是一种感觉 韩非眼睛一亮 看来又有大机缘 等他靠近之后 却听那青年人到 前面 没路了 这次机缘